Kevin Pura實在是太猛了 大家好,我是雲浪 我們今天又來聊聊的是以前的藍鳥傳奇Kevin Pura 他是從5月1日來到天使後,整個火燙到現在 昨天對戰楊姬正式翹出2分拳雷打 將連續安打場數延至11場 整場3隻安打帶領球隊迎向勝利 擊敗了每年最大的威脅紐約楊姬 那不認識Kevin Pura的,我們這邊就簡單做的介紹 他曾被認定為擁有聯盟最優秀的守備功夫 若看他守備最精華的2015到2017年 就替球隊多守住幾分而言 他在這段時間的累積數據指出給守備天王Kevin Kiermaier 放眼整個外野也是能排到第4 但中外野作為整個外野的重陣 其動線比重更為顯著 相較於大聯盟平均級的中外野手 Pura的守備比平均替球隊多守下了35到40分 換算成每一個完整賽季的初賽量 等同1技能比平均多守下16到20分左右 所以稱他為當代10大守備專家 甚至前五都不是過於支持 然而Pura的打擊一直是個很大的問題 雖然有不錯的全載打產率 但在他全勝時期沒有1技的OPX Plus是超過100的 這就代表他的打擊活力一直都是低於平均的 但這問題在早期還能用守備來彌補 然而到了2020年後 隨著年紀的增長 守備的退化不再能掩護打擊的問題 Pura變成了棒球讓人 2021年輾轉到大都會 2022年到稻奇 2023年到勇士 而今年開季是從白話出發 結果慘淡的開季表現讓他被球隊給DAFA 但這時 上了中外野手My Chow的天使隊便看上了他 本來應該只是想找個先頂替中外野手的空缺 然而35歲的Pura 卻帶給了球迷不一樣的體驗 好了 簡單講了下前置介紹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這三個禮拜 Kevin Pura的一些精彩的打擊內容吧 首先第一個要講的就是 5月7日對戰海盜隊的那場比賽 這次Pura在天使的第二場先發出賽 結果他在這一場打了兩隻拳打 猛打賞 總共進場6打點 這是他生涯單場拿最多分的一次 加上Senderville的好投 帶領球隊9比0勝利 再來是5月11日對決皇家隊的這場 4打數3安打 包含1隻3內打 貢獻3打點 帶領球隊9比3獲勝 而比較近期一點的 像是5月21日對戰太空的那場 在7局上半輪到天使打擊 當時比數4比4平手 結果Pura一出手 直接炸裂 帶領球隊再度取得領先 而昨天對戰陽機這場 Pura再度攪出猛打賞 單場3安 包含一隻逆轉戰局的兩分蛋 截至現在 Pura在整季的表現 就落進入35歲晚期生涯的Pura Pura的加盟確實帶給天使隊 很顯著的幫助 除了彌補了陰壽傷的My Child 和持續低迷的Moniac 中外野的火力問題 關鍵一集的功夫 可能更勝過今年TRAW角出的成績 還記得上一部影片 我們提到TRAW嚴重的得點圈打擊問題 我們就進階數據WPA來做說明 WPA是用於衡量打者或投手 在一場比賽中對球隊勝出機率的貢獻 TRAW今年的WPA是低迷的-0.21 而Pura今年的WPA高達1.02 也因為如此 Pura在天使這兩個禮拜多 就累積了20打點 近11場比賽有8場比賽都有打點 6場比賽有雙鞍的現象 雖然小樣本的成績無法阻振什麼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 這名35歲的老將 確實帶給了我們過多經驗 明明被球隊無情的DFA 然而轉隊來天使後 先後達成了生涯千鞍 到底也破百的壯舉 也讓Pura之彈棒球實在是富含思議 至於未來他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表現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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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